新的一天 嗨,大家好 我是莉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 圆异的乐趣吧 看什么呢? 不饿吗? 哇,小米还有这么多 为什么不吃 这个天气太热了 去给你们搞点 蔬菜去吧 别打架 别叫了,别叫了 美味的蔬菜来 果然要吃菜 天气太热了 是不是 下面的就不吃了吧 慢慢享用 今天的这个温度是真的真的很热 高达三十四十四度 所以现在我要去把 那些成熟的水果给摘了 自己吃 要不然天气这么热 是很容易烂的 先来看一下草莓 有没有成熟的 走近越来越长 这里有个红的 摘了 噢 烂掉了 噢 噢 大家看这个 没有长大 就感觉裂开了 然后就感觉要 烂掉了一样 裂开了 如果天气太热 天气太热的话 这个草莓也是怕天气热的 看还没长大 就已经红了 可惜了 这里也有一些草莓 哦 这个 感觉完全烂掉了一样 就跟刚刚那个差不多的情况 这个也有一个 躲在这里 咋都是畸形呢 哦 这里面还热 哦哦哦哦 大家看到没 有见过这么大的草莓吗 而且还裂开了 天气太热了 再把这个蓝莓也给摘了 大家看到没 这个摄影果 这个枝干太高了 它都倒下来了 压到了我的蓝莓 所以这个摄影果 等这一批果子采收之后 就把它给拔了 看到没 这一个是 第二红的 就是第一 哇 稍微用点力 就 掉下来了 啊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哦 看到了吗 哇 好喜欢 再把上次还留了一些的 这个圣鱼果给摘了 哇 已经是很熟了 现在都是稍微用点力 就掰下来了 这个还稍微暖一点 这个下次过个两三天 又可以采收了 你看这里还有 那里有个红的 摘了 好红哦 这里还有两个 这个好像还没那么熟 这个就先留着 改天我再来摘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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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